接下來我們來講一下這個粒子 它的速度接近光速的時候 它的動量應該是多少 它這個p就是線性的linear momentum 它的數學公式是mv除以根號1-0 c平方分之v平方 所以就等於gamma的mv 這樣表示的 能量呢 它的total energy 叫做gamma的mc平方等於mc平方加上k 所以這一項是禁止 rest energy 這一個呢 就是kinetic 動態 動態 好 我們 我們 我們做一個立體 a proton a proton 動態 充分 動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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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MEV 7MEV 70MEV 250MEV 四种状况 What is the Speed of Such a proton 好 好 那么 mc平方 for proton is 938个 MEV 然后光速呢 等于3乘以10的8次方 Metron per second 好 那为什么用这几个数字呢 这个是 Romalinda的直线加速器 injection的时候 proton的能量 这个是 Toshiba Hitachi 他们的 直线加速器 injection的能量 这个 其实 而且大能量 是这些 Synchotron的proton加速器 射出来的时候的 proton的最低的能量 就是达到的人体里面 最浅的 距离的那个能量的proton 这个呢 是打到人体里面 最深的 最高的那个proton的能量 好 所以我想知道 这些proton在 Synchotron 同步加速器里面 它绕一圈 要多久 好 那 同步辐射 比如说我们绕一圈要 看我用的符号是L 30公尺 这是大略的 什么事情 没事了 好像有杂音 有杂音 可能我位置不对 好 那要怎么做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那么我们要K K就等于 γmc平方 减mc平方 那等于 γmc平方 那等于 γmc平方 mc平方 那 接下来通通除以 mc平方 这边也除以mc平方 就变成了 就变成了 K除以mc平方 就等于 γm-1 那 γm就等于 一下 1加上 mc平方 分之K 所以 1 减掉 c平方 分之 d平方 开根好 就等于 1 加上 mc平方 分之K 所以 要把这一项 放到分五 然后把这一项放到分子 所以就是要 所以就是要 1过来 1加 mc平方分之K 等于 1 1 然后再移一项 把这一项移到最左边去 就变成了V平方除以C平方 就等于 那一项移过来 E减掉 E加上 Mc平方 K的平方分之一 那么 C平方分之V C分之V 就等于 这一个项的开根号 然后呢 你那个绕一圈的时间 就等于 L除以V 所以就是30m 除以你的V 所以我准备了一个列表 把答案写进去 K2 7 70 250 你的V除以C是多少 你的ΔT是多少 然后这个是用5秒 第一个是V除以C 0.06 0.12 0.12 0.37 这应该是0.07了 比较四捨五入 0.01 0.01 然后绕一圈要花的时间呢 这个不是Second 第二盘T是Nanosecond 10的-9秒 第一个是1534 再来是823 再来是823 再来是273 再来是163 所以你一开始注入的时候呢 用2MV或者是7MV 大约是1000个Nanosecond 绕一圈 然后你送出去的时候 它的绕的速度呢 就是最低能量 大概是273个Nanosecond 最高能量是163个Nanosecond 那各位用的电脑 你的CPU 你的CPU 如果是1G的话 它一个clock就是 一个Nanosecond 通常你的CPU是3G 那就是0.33个Nanosecond 0.33的话 这边大概就经过了500个clock 这样的一个速度 所以我们现在的电子计算器 的CPU的速度非常快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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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